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经地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柯林鲍威尔曾经说过,若你想在重要的事表现杰出,你得在小事里养成这个习惯。 杰出不是一个个案,它是一直存在的态度。 所以我们的习惯其实不只是习惯,它是能够决定我们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但是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能知道哪个习惯是能够让你更加富有的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要讨论一下能够让你更加富有的习惯, 以及你要如何把它们引入到你个人的生活当中。 那我们这就开始吧。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观看我们的节目,记得要点赞订阅,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你来发掘。 第一,创造多种收入来源。 首先,你要确保你的收入来源不止一种。 在这个年代,有一种收入来源已经越来越成了一种必须, 而不是一种新奇的事情。 如果你想要变得更富有,你就要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为自己创造多种收入来源。 有趣的是,你其实不用再找个两三份工作, 只要好好利用自己的技能和知识就可以了。 疫情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让有些技能变得更值钱了。 很多平台都能够让你出售自己的技能, 按小时获得酬劳。 如果你不想要做一个需要自己劳心劳力, 亲力亲为的兼职, 你也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 让你的钱为你工作。 第二,制定预算。 预算能够帮助你了解自己在各类账单上的花费, 但是这并不是预算的所有好处, 它还能帮助你管理你的金钱, 更好地积累财富。 预算可以让你了解你目前的财务状况, 告诉你需要削减哪些开支, 才能够维持下去。 如果你在财务上有什么不足的话, 预算就帮你把这些不足找出来, 它还能够帮助你找到解决的办法, 制定预算还可以帮助你控制过度支出, 优先考虑你的收入, 帮助你为未来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 第三,在正确的时间做出重要的决定。 在正确的时间做出重要的决定, 和赚到更多的金钱是息息相关的。 你的决定不光影响着你个人的生活, 还影响着你的财务状况。 如果你总是卡着最后一分钟才做出决定, 尤其是有关财务的决定, 那你就是把现在和未来的自己都置于破产的危险当中。 你有没有曾经因为自己的瞻前顾后而错失了绝好的机会呢? 还是说, 你曾经没有做好充足的功课, 就把钱随意地投入到各个项目当中, 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呢? 你对金钱做出的决定最终左右着你的成败, 所以你必须要确保自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你也可以向财务专家们征求建议, 他们的经验能够帮助你打开一个全新的视角。 第四, 不要给自己消极的自我暗示。 独立管理自己的财务无疑是一件压力山大的事情, 这会让很多人都深陷焦虑当中, 因此会给自己很多消极的自我暗示。 虽然很多人对自己在财务上的表现非常不满, 难免会批评和抨击自己, 但是这其实对你好无好处。 没完没了的担心和抨击自己的消费习惯和你过度的花费并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让你感到更加的无地自容, 这会导致你失去解决问题的动力。 所以你必须要对你的生活和目前的状态有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 承认你有财务上的问题是好事, 也是你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消极的心态并不能帮助你扭转局势, 所以你需要保持积极的至少是一个中立的心态, 努力地让自己走出这样的状况。 这时候财务顾问就会对你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第五, 自我教育 关于金钱和财务, 你不知道的东西可太多了, 互联网上有着无穷无尽的信息供你挑选。 我们都知道金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很多人却都是金融小白, 对很多人来说, 积累财富真的是千难万难,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清楚财务是如何运转的。 专业人士确实能够帮助你, 但是如果你连一点基本的知识都没有, 怎么能判断出专业人士给你的建议是好是坏呢? 很多人都认为学习这些金融术语简直是难于登天, 而且你还得修炼成数学和会计大师才行。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困难, 只要你动动手指在谷歌上搜索一下, 你就能多了解财务一点点。 你要记得, 除非你能了解积累财富的原则, 否则你就永远无法变得富有, 或者留住财富。 所以你才要不断地学习, 你可能会觉得网络上的信息实在是浩如烟海, 良又不齐。 这时候就到我们出场的时候了, 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观看所有与财富有关的内容。 我们有各种角度, 各种领域的高质量知识, 等待着你来探索。 第六,消除诱惑。 我们常常说, 必立千任, 无欲则刚。 但是现实却是, 我们都只是凡夫俗子, 都会被诱惑, 会在超市花上几美元, 买下我们非常喜欢, 但其实并不需要的小对象。 就算你已经有了一双运动鞋, 还是会想要再买一双新鞋。 但是, 如果每次有诱惑你就上钩, 有坑你就踩, 那对你的财物就是有害无益的了。 如果你一直冲动消费的话, 你的财物状况是不会好转的。 甚至可以说, 它可以给你的财物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你必须要尽量避免买下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再出去, 不要每次都带上你的信用卡, 你必须要留意自己花钱的方式。 在现在看来, 你可能会觉得无足轻重, 但是如果你想要在长期来看, 不断地积累财富, 你就要学习如何消除诱惑。 第七, 有效地管理债务。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如果你欠下了很多钱, 而且还要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的话, 是不可能变得富有的。 恕我们直言, 你现在都还没走上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呢。 但是, 鉴于对很多人来说, 债务和贷款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 学习如何管理它就非常重要了。 有效地管理你的债务能够帮你预防债务失控。 首先, 你要确定自己能够按时还贷, 不小心忘记还贷的话, 会给你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 进而影响你的信用等级, 导致你债务的利率升高。 所以, 你每个月都必须要有意识地固定拿出一笔钱来。 同样的, 找到利率比较低的贷款也非常重要。 还款的时候, 你就能了解利率高低的重要性了。 第八, 尽量避免负债。 对于很多人来说, 完全不背任何债务是不可能的, 但是, 债务这种东西我们当然是能躲就躲了。 事实上, 我们认为完全避开债务 也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了, 完全避免债务必须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比如说, 你需要朝着你买车买房的目标努力存钱, 这样等到你真的付诸行动的时候, 就不用非得按揭贷款。 比如你要设立一个应急基金, 要凡事都按照自己的预算去做, 这样也能够保证, 你就算要借钱, 也是为了购买必需品, 而且也能快速还上自己的借款。 第九, 持之以恒的储蓄计划, 赚到更多钱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无法抗拒花费更多的诱惑。 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通胀, 但说实话, 要想积累财富, 你就必须要长久地坚持储蓄, 储蓄是积累财富的基础, 它们能够帮助你渡过难关, 防止你一蹶不振。 想要致富, 你就要养成储蓄习惯, 按照计划储蓄, 这件事做起来确实不容易, 但却是你完全能够掌控的事情。 所以, 你需要制定一个储蓄计划, 然后老老实实地坚持执行下去, 这就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第十, 未雨绸缪, 生活总是变化莫测, 意外和明天, 谁都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 相信你也一定深有体会。 这场疫情之前, 我们谁会知道生活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那时候, 谁会想到我们会被困在家里, 无法去到公司和学校, 无法见到那些我们深爱的人呢? 谁也无法预测未来的风雨,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 为那些无法预测的情况做好准备是多么的重要。 应急基金就是一个确保你能够 应对那些突发状况造成的花费的一种方法。 所以说, 应急基金账户是非常重要的, 你根本预料不到什么时候需要紧急修车, 或者修理一下家里的东西,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点什么意外, 要负担一笔昂贵的医药费。 当你有充足的资金来支付这些开支的时候, 才能有底气。 如果没有积蓄的话, 你就只能申请高息的贷款, 这样就只能越来越穷, 离富裕越来越远。 第十一, 对自己投资。 不论对任何人来说, 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都是投资自己, 富有的人懂得自我教育的重要性, 他们会保证自己不断地汲取新的知识, 他们会读书, 学习新的技能, 看新闻, 了解一切与他们有关的事情。 你能够投资自己的最好方法, 就是用新的技能武装自己, 这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机会。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资格证书, 就能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 得到更多的收入呢? 多数公司都会偏爱那些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人, 因为这表明他们是更锐意进取的。 在自己身上投资, 能够让你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 也会让你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 更能做好影响财务状况的决策。 投资是积累财富和变得更加富有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投资的好处在于, 你并不需要那么多钱才可以起步。 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 投资能够让你的钱为你工作, 你只需要选择正确的投资就可以了。 虽然说储蓄至关重要, 但是投资才是真正能够帮你积累财富的东西。 但是投资的问题在于, 错误的决定可能会直接让你赔个一无所有, 所以在投资之前做好充分的功课, 并且只投资自己了解透彻的领域才会这么重要。 如果你对一项投资不太确定的话, 可以找财务顾问聊聊, 确定一下这项投资是不是适合你的财务状况。 记住, 我们不是要让你对投资望而却步, 而是要让你明白, 错误的决定是真的会让你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果你还想学习更多致富的知识, 欢迎关注我们最新推出的致富信念大师班。 现在购买, 更有前期优惠, 绝对物超所值, 帮助你梳立正确的金钱观念和致富信念, 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第十三, 关注你的信用。 信用是你财务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合理利用的话能够享受到很多的好处, 保持你的信用记录对你来说至关重要, 所以你不能有太多的债务, 信贷机构常常会让人们高估自己的承受能力, 这样才能用得上他们利率高的离谱的贷款。 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规则, 如果你不能用现金买下这件东西, 那你就是买不起。 你要记录你的借记卡和信用卡的支出, 确保不要超出你的信用额度。 第十四, 和与你志同道合的人待在一起。 你的身边人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重要得多, 研究甚至指出, 你的净资产往往与你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是趋同的, 常常在一起的人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像, 所以说与成功人士相处是非常重要的, 和其他成功人士待在一起, 有助于打开你的思路, 想到更多增加收入的方法。 所以说,如果你想发财, 就多交几个有钱的朋友吧, 毕竟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嘛。 第十五, 承担有限的风险。 不冒险怎么可能会成功? 冒险就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是吗? 承担风险是必须的, 同时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冒险, 什么时候不要冒险也同样重要, 所以人们才会说精确计算过的风险。 富有的人通常不会在重大的决定上冒险, 他们会做好充分的调查, 研究当前的状况, 想好所有可能会出现的结果, 即使事情没有完全按照他们预想的进行,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损失。 但是, 如果这次冒险成功了, 他们就会有超大的回报。 好了, 现在15个让你变得富有的习惯, 我们就说完了, 我们希望你能够把它应用到你们的生活当中去。 为了感谢你陪我们到了最后, 我们还要照例给你一个小奖励, 那就是第16, 关注机遇。 只是天天待在家里, 瘫在床上, 不停地刷Netflix, 是赚不到更多的钱的。 你必须要拥抱机遇, 充分地利用机遇, 有时候机遇稍纵即逝,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 所以抓住那些出现在你面前的机遇, 就变得非常重要。 如果你平白放过了能够让你赚大钱, 让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机遇, 那就只能怪你自己, 所以你必须要时刻准备着, 毕竟机遇只会青睐那些准备好的人。 看了这么多, 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个习惯呢? 你现在已经养成了什么习惯呢? 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吧, 让我们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祝你在自己追求财务自由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这里是对经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